那我们今天善知识在哪里 其实 一切法都是善知识 只是我们不知道 哪一法不是善知识 问题 只要你有善 你才会知识 你自己没有这个善子 你就一点办法都有 那我们还是反复 回到反复为啥 弟子归灵讲的 教我们 清净仁者 这是佛法讲的善知识 仁慈的人 有德行的人 有学问的人 请见他们 向他们学习 那在现前这个环境 善知识找不到了 怎么办 过去善知识的 著作留在世间 我们找这个就行了 可是我们初学 初学 要找一个善知识 不能找太多 太多了 麻烦就来了 会把我们搞乱 找一个人 从前 李老师叫我 最初 他是叫我跟他 给我三个条件 我到台中 去看他老人家 说明我很想跟他学 做他的学生 他给我开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那个时候 我已经学佛了 学了几年了 我好像26岁 学佛 我亲近他的时候 是31岁 七年 30岁 可能30岁 他是你以前 所学的 无论跟什么人 学的 包括跟方老师 跟张家大师 我不承认 老师告诉我 他不承认 你到我这来 可以 一切从头学起 以前不算了 这第一条 第二条呢 你到我这个地方来 只能听我一个人 讲经教学 只听一个老师 其他任何 无论是出家 在家 大的 他们讲东西 你不能去听 不允许 第二条 第三条 从今天起 你所看的文字 不管是经书 还是一般书 没有得到我同意 你不可以看 我听到这个话 这老师太跋扈了 好像是 墨中无人 为什么这样 限制他这么严 不让你听 等于是把你耳朵射住了 不让你看 你眼睛蒙住了 专听他一个人的 我当时听了这个话 大概沉没了 五分钟 我接受了 我想了一下的时候 接受了 这才收住修审 然后老师就告诉我 我这个条件不是无限期的 五年 五年当中要遵守 不是无限期的 五年 这接受之后 大概到三个月 就有效果出来了 头脑比较清楚 那为什么呢 三个月不乱看东西了 心定了 只跟一个老师 大概是 十年之后 我才想的 这就是 中国自古以来 所讲的四尘 老师看中你这个学生 想教你 你要是到处去听 他没办法教你 你乱了 到处乱看也不行 毕竟我们年岁大了 我跟他的时候 三十岁了 我跟方东北先生 是二十六岁 所以这么限制 半年之后 那效果就非常出身 心地清净 好像有一点智慧 听东西能听得懂 看东西能看得明白 五年下来之后 我跟老师讲 我说老师 你这个办法的说 我还继续延长五年 他笑了一笑 我守他这个办法 十年 这是什么 其实就是 夜门神父 常识寻求啊 那你对老师没有信心 不行啊 你就跑掉了 以后我也反省 过去 方老师也是这个意思 没说出来 你看我本来想 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 他不让我去 他给我讲 现在的学校 先生不像先生 学生不像学生 都在六十年前 他说你到学校去听 我为大事所望 啊 不落一眼 叫我 每一个星期天 到他家里 他给我讲两个小时 一趟口 在他家里 小客厅 小圆桌上 我们就一堆烟 我们的课程是这么学的 我们对他一点瓜葛没有啊 不认识啊 我是慕名写封信 自己介绍自己 见面的时候 谈到最后结论 就是每一个星期 两个小时 到他家上口 啊 以后认识张家大使 张家大使 非常关心 啊 非常慈悲 啊 也是一个星期 两个小时 啊 如果偷懒 没去的话 他就叫他的副官打电话 问我怎么没去 是不是生病了 这一问就就不好意思 我去 老师太关心了 啊 所以李老师是说出来了 他们两个没说出来 啊 这清净善知识 啊 李老师 在教学当中告诉我 他说我 他很谦虚啊 我只能教你五年 这五年之后怎么办 我介绍一个老师给你 谁啊 他的老师 英光大使 英光大使不在了 老人家的著作在 他给我四本书 那个时候台湾只有这一套 英光大使 英光大使 文朝 正凭 上下两次 续凭上下两次 四次 啊 给我 叫我 你去看 你去读 一教奉行 你就是英光法师的弟子 啊 告诉我 这是当代 一位大善知识 啊 他的净土 是跟英光大使学的 啊 所以我们这个司臣 是从英光大使 啊 那么现在英光大使 就前级出来了 啊 啊 现在金庄好像是七本 啊 清净善知识 重要啊